经历我都能看见 奈何梦遇一变 惊天轮内的情形 也令人难以分身 好几回想要帮忙 却是有心而无力 前辈 别这么说 你很厉害了 温水剑弩里的那个法阵 你一下子就看出了阵眼 我都还在晕头晕脑的 你与阵法一道有些天分 若是得空 将你平日走货 与我说一说吧 我吗 真不好意思 但是又很期待 史书上说 皇帝与九梨 决于着陆之眼 天下底定 这也和魔族有关吗 九梨的头领 正是魔帝持有 一世为人 后阴浊气 神血和怨恨而成怒 西时 赤水女子献御龙而来 将痴犹与众魔收入九天风陵境中 不想反倒令他们逃回了魔狱 天阵倒也是花了大力气 天阵倒也是花了大力气 他们收到传信后 就遣了仙神来人界 人族终得传息 毕竟我们之间有盟约在前 而且倘若人界实现 魔族攻入天阵 只在早晚 痴犹当年远于伏羲之手 安逸成灭 他与神族可谓仇神似海 你竟然看过那么大的青蛙 真厉害 只是走了多一点的地方 也就见到了不同的风光 下回我也要去你说的那里 北落 我来给清雪姑娘送药材 那你们说 我先不打扰了 鹿活草 花香果 还有猪麻根 都在这儿了 来得正及时 回这儿就去分浅看看 清雪姑娘 多谢您在之前的大战中 与辟邪共青换难 哪里用得着这么客气 我一直很钦佩辟邪 何况这座城中 也有不少我的朋友 那便不言谢了 霓裳和我提过你的事 要是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尽管开口 已经没什么了 倒是让你奸笑 不 你也不认识 我觉得很有勇气 那么长久地 惦念一个人 沧海桑天而不忘 是什么样的心情 可能并没有别人想的那样 翡翠惊心 该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或许这样的经历 听起来很不寻常 但云云众生里 我的故事也没有什么特别 它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所以我会为之尽心竭力 但这终归是我的旅途 浪浪多彩 我的时光里 不仅仅有这一人一世 我懂吧 冒昧之处 还请见谅 无妨的 碧邪王 莫非也是有了什么牵挂之人 是啊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我 之前在人界 我遇到了一些事 同天路程有关 不错 在某座山里 这 便是玄哥指的旧事吗 他并未与我细说 玄哥过世前的一段时间 恰逢魔族一变 这时许多事 都安排得有些仓促 他曾说过 若是有一天 你问起天路程的旧事 便带你去找宣池长老 长老会 浮宴的幻象中提到过 长老会中 曾经有王之下 权力最大的师纪为辟邪 不过后来 玄哥将之散去了 为什么 便是应了人界有句话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北洛 你跟我来 你和玄哥的孩子 应该并没有出现 那些更热恋的力量 真是强大 不信 你也知道 他们并非以胎双生 年岁差了十载有余 那他们的力量也是十分霸凌 王辟邪都是如此 尚在胎中时 母亲便会有些微感应 不过这两个孩子 虽有为王的资质 却是不及你与玄歌 终归还是来了 你就是新王 和玄歌很像 但又不像 我想知道 当年我和玄歌出生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先王 这称呼 是改不过来了 对于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说 先王 永远是你的父亲 双子之事 是他一生的心结 他不欲再提 也让玄歌不得提起 是因为这样 玄歌在我面前 也未曾细说吗 辟邪孕育育不易 王族幼身 先王妃诞下孪生子 两位殿下的力量 又都十分强大 我们自然也是激动欣喜 可没过多久 就发生了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情 是不是 玄歌误伤了我 那些侍卫 也只知道是误伤 但其实你当时伤势极重 命在旦夕 差一点就活不下来了 先王和先王妃 只能将你们兄弟两个 暂时隔开 却不是长远之计 无奈之下 为了免去将来的祸端 我们便决定 在两位殿下间指责其意 先王同意了这个做法 先王妃却不愿 于是他命身边的敬畏 将你带去人间避祸 乍一看 一方是为了权足 另一方则是不舍亲子 可事实上 长老会中并非所有的辟邪 都全无私心 有些辟邪认为 先王有了两个力量 强大的继承者 未来恐怕会影响 长老会的权力 于是便顺势而为 即便他们彼此相争 又怎能祸及诱饵 玄歌成年后 花了不少时间调查此事 长老会的种种作为 自然也是自食恶果 为雁卓 王上竟还不将他 赶出田鲁城吗 先王便是一时没有想清楚 才会收留了如此污浊之物 殷石君曾在城中危急之时 与我们一同奋战 元长老就是不知恩义 可笑 眼族也配谈什么恩义 他既然来了光明眼 便是依附我们而生 和那些弱小的妖族 没有什么两样 弱小的妖族 所以就可以任意践踏 生杀与夺 所以你喜欢豪族的毛皮 便让他们自尽过半 只为给你做一张华美的毯子 王上是打定主意 替那些弱者说话 辟邪只是辟邪 不是这魔狱的主宰 您是不是忘了 若没有我们辟邪开辟光明也 城市早不知变成什么模样 这些魔狱小族多半也已经血脉孽去 同命相别 只不过让他们献上些皮毛 实在不值得拿来一说 对元长老来说的确如此 毕竟 你也曾经因为蟒生族 对你不够恭敬 而图了他们全族 王上 今日在此 不是为了让您指债这些 您若是不愿把那眼族驱离天鹿城 此事也可以先放下 就与我们谈谈 您为何执意要去泥商吧 他在王族旁之中 只能算得弱小 如何能与您 诞下强大的继承者 取我所目者为妻 有何错处 你们未免管得太多 选哥 自从你即位至今 做了多少任性妄为 不遵旧律之事 你还要如何忽来 旧律 若是长老会这种腐朽之物 不要也罢 你 将三位长老带走 选哥 你好大的胆子 先王也不敢这样对我们 那你们 不如去找先王说理 兰相你这叛徒 强者为尊 弱者臣服 你不也是赞同我们的吗 不要把我和你们相提并论 宣哥 看来你早有打算 不管你相不相信 长老会中并非所有的辟邪 都存有私心 我们只是为了天入城 为了血脉的延续 我相信 你们一直都说辟邪很强 可强大如斯 便是为王 也必须弃掉自己的幼子 必须依照血脉的强弱 来决定婚配 生而在世 有何自由 有何血性 这世上 谁能真正自由 为王便有为王的责任 一日不敢忘记 但若是我的孩子 我可以接受他死于战场 却不会为了尚未发生之事 置他于死地 许多事情并非近在眼前 你们只是想把所有的不定 扼杀在萌芽之中 你们只是将自己 看得太过尊贵 辟邪开辟光明也 在此历程 除了有守护之意 也因为比起尝试 魔狱更适合我们生存 我们和所有的妖族没有不同 会遇到不可战胜之敌 你会面临举足轻覆之灾 辟邪走到今天 如同那些在你们眼中 弱小不堪的妖族一样 是辛苦挣扎奋发而来 在我心中 亦是以此为傲 可这骄傲 与你们认定的尊贵 是不同的 玄哥 就算你可以说服我 也总有辟邪 不会同你想的一样 我只做我能够做到的 长老不必夺死 不过是时与事 千年以前并无长老会 谁知道千年以后 又会是如何呢 又会是如何呢 回去吧 我没有其他想问的了 我以为你会很想报仇 我该找谁报仇 我和玄哥的父母 美女 fasmek 后来如何 我听说先王妃是战死的 而你们的父亲 去了魔狱深处 魔狱深处 不少辟邪王退位之后 会去魔域的更深处游历 那里广莫无影 他们动辄数百年才归来一次 或是就此一去不返 那他没有再回来过吗 据说 是在一座魔的城池里陨落了 轩哥是对的 什么 后来 他肯定能感觉到我还活着 但直到十年前 他才让羽林去人间找我 要是更早一些就把我找回来 恐怕真的免不了城中大乱 碧邪 只能有一个王 这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他是很好的王 而我 却没能尽到自己的责任 贝勒 明明是族中让你吃了许多的苦 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 王氏已已 当年那些人事 都已经风流云散了吧 虽然有点不想承认 但轩哥对着宣旨他们 已经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尽了 这世上 有光 就会有安 何况是辟邪这样的庞然大乱 巨大之下 必有阴影 可辟邪 依然是辟邪 贝勒 你来得正好 新的王府做完了 待会儿我让禁卫拿过来 原本该是在极卫大典上穿的 但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 大典也就耽搁下来 不办也没什么办 仪师总还要有的 其实你不用太过担忧 我指的并非极卫大典 而是辟邪族的事 看得出来 因为真正相处过后 便会知道 你把责任和情意 都看得很重 玉玲从人界回来 同我们说了不少那边的事 人族之愤发 似乎令他颇为触动 人间的变化 想来你比他支支更深 但我觉得任何种族都是一样的 人族在不断往前 妖族也是 只是做法不尽相同 与我眼中来日可期 来日可期 说得好 那就借你之言 我也会跟你们一同努力 数千年前 谁又能想到顶湖竟然会坠入摩月 造化之功 宜山青海 莫过于如此了 前辈您在辟邪王城的基础上构建的吗 不错 静云误入摩月又规范之后 辟邪与轩原秋便有往来 那个法阵 原本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 因为人力还不足以驾驭它 但是换了辟邪 却无此致碍 难怪 有些不一般的布置 用意原来是在这儿 自然 这些年来 我也曾重新推演当初的许多蛇情 若是眼下来的 你一定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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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事 也不愿意 你一定不愿意 改良之法 不会简单的信念 就会想到你 什么 只有这样一个东西 我相信 交的东西 也知道在根据怎么 啊 我不愿意 打零劲时 竟然没有去人间 天哪 那个时候 天鹿城外的战场 比后来的还要哭下去 杀法不休 魔族现身西陵前的半月 有两只十祖魔发现了天鹿城 他们打算经由混沌通道 去往人界 并且扰乱了城中空间 致使辟邪无法传信 无法轻易撤离 战旨极尽灭族 天哪 持有攻打常事的闲招 只不过 我们当时无从知晓 诸禄之战五年后 天鹿城大阵 以及光明野的斧阵终于完成 以辟邪之力运转的法阵 尽可能地隔绝掉了 两于通道异处的混沌之心 让更远处的魔 不能再轻易发现哪里 只可惜 慢了一步便会一直慢下去 百神器所示 天鹿城大阵也是 然后随便要掉 一个苍揪 的那个契约兽 可是我就一个 所以一定要一次掉成功 这个就很不好掉 二师吗 诶 对 对 是 好 一次又成功 应该是一定会掉的好吧 快走 快走 走 我走 我走 谢谢你 你走 赶快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怎么也说不过去 什么仙丹 太阳枝草炼制的灵药 服下便可去老环通 化为仙神 这样的好事 你不愿意 那仙丹是真的 福西也是一番好意 但这天赐年月 我却不想受之 我希望我的一生都是人族 为人而来 为人而去 前辈 宫已经不在底宫里了 再上 好 这边要用裂空的技能上去 我好 西陵的法阵便快乐 我们要去西陵城外看看 乌赵的力量正在衰弱 这世上没有无缺之数 他虽然毁生 但能永远这样吗 你是说 只要等下去 他也有可能自己死了 就算真是这样 要等多久 一月还是一年 一个月的功夫 就够他做出更多翻天覆地的事了 我的意思是 或许可以想办法找出乌之堂 俗生之术的弱点 你不觉得在百神寄所时 思维的反应很奇怪吗 他已经打算离开 发现你有污之血后忽然折返 不顾一切地想要杀你 这是不是意味着 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 西陵城外死了两百余人 我在石堆里发现了一点残魂 他告诉我 他们是在举家迁徙时误入此地 那些人身上的血肉都消失了 通湖水岸边的尸体一样 家族迁徙 这样的一般都是走官道 怎么可能会跑来这里 难道是天然的迷阵 西陵城外的怨气极重 当年的乌之堂 只要杀死任何一名轩元秋的人 都会将他们带到此地 以恕法错过掩晖 眼前的这片土地 不知葬送了多少幽魂 成为怨咒之地 这也是我用法阵 把西陵隐藏起来的缘由之一 实在太恶毒了 那现在西陵城重建天日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过来 乌赵本就想重开 西陵和魔狱的通道 即使人魔相争 世间惨乱 他并不需要靠这弥阵来杀人 不过有人误入 倒是让他填补了一点力量 乌之国的苏生之术 似乎是以人的血肉为食 自从我通过梦境来到人界 官府就已经四处张帖告示 让民众出门在外时务必小心 可这种事根本防不胜防 不能直接冲进城里吗 另外你在西陵 乌赵暂时不会杀我 他也还在犹豫 因为我可以镇住魔器 他想打开通道 但并不想让魔器侵蚀西陵 所以他要改动法阵 使得西陵仅仅成为一条孤道 而不至于被魔回去 最多再有十天 他就会完成这个法阵 十天 那前辈你 我们若是强行重阵 极有可能使西陵崩塌 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情形 西陵之下便是龙渊 龙渊 人魂助剑的那支 我也是派人过来清除 半魂连时才知道 西陵的祖先 曾在荒野中拾到一柄残兵 于是选择就地建造城池 并且历代都很看重冶炼之术 真不知是运还是命 龙渊西年遭到神风 我也未敢清洗 虽然不清楚里面有些什么 但想必不会是好东西 五兆知道这些 他死前应当不止 如今说不准了 硬传恐怕不行 但五日后世月术 天时归原 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进入城中 那在这五日里 我们可以想办法寻找一下巫之国 巫族 我曾经坠入有着巫之国的梦中 那里远在海外 人群楼空 如果数千年来他仍然被尘封 那我们还是有可能 在现实中找到他 我想知道 关于苏生之术的真相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信息 你看看能不能算到 巫之国大致的方位 然后我再用陛系的空间之力搜寻过去 倒也是个办法 可若要算这天地益处 我需要很不一般的算仇 百神祭所那个 暂时是不能动了 算仇 前辈 去新宫陈衣社看看吧 他们是大派 也认识很多修道的人 说不定会有办法呢 听名字 是观星的门派 嗯 也不止 反正算卦他们懂得不少 那便一事 不晓得杨平 还有没有尚未离开的新宫陈衣社门人 也许可以找他们问问看 是尸体 先前没注意到 身上有磨盘 还有几张符 死在这里 会不会是之前失踪的风水先生 也是雾罩干的 可这个人并不是干尸 他能控制自己的时候 就不会去吃 什么 我是说 如果不是因为要这样 不死不活地撑着 他根本不会想吃 和怜悯这些无关 恐怕只有燕王 曾经高高在上的鬼师 而今却要这样才能够活 陆群 只是幻象罢了 顶湖草木有灵 便可以记忆前尘 这种还有个说法 叫做意念换成 我知道 在西陵虽然不能亲眼看见 但我可以感觉到城中的那些幻影 也不晓得阿璇 后来怎样了 他们有没有好好照顾他 阿璇是谁 我的鹿 从狼嘴里救下来的小崽子 带在身边养大了 听说如果无病无灾的话 玄鹿可是能活到千岁 阿璇那么英俊 想来定会多子多孙吧 传说中的黑鹿 意味着长寿吉祥 原来真的有阿 若有消息定会告知 是守护百神祭所小祭坛的皇家 那些祭坛经年累月受风霜所轻 破损处自然不少 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做些修缮 修补昆蓝玉祭坛 你们若是来找师兄 他在两日前已经回了庐山 其实这次是想向星宫陈一社 这些东西 譬如不一般的算仇 算仇 事关对付吴昭 此等大事 我必定不能全权处理 几位可持我心意 先往庐山日照风 自会有人接待 那便多谢了 我等了十六胭脂好几天了 给我两盒上好的 好 果然这里也没什么人知道 几位有事 你就是守护小祭坛的皇家的人 姑娘是 我们几个都是灵星剑的朋友 灵道长的朋友 难道你就是陈家小姐 我 是姓陈 我叫陈英 果然 在下皇婆 之前听闻陈小姐 于怪物手中保护多人的一举 我们族中弟子都甚为赶配 我有个兄弟更是仰慕不已 其实你们不要那样想 那是很多人的功劳 我都不知道 传言变成了这个样子 便是很多人的功劳 也有你的一份 陈小姐当得起这一例 不不不 我 我这性子比较直 要是吓着你们了 请别见怪 这位便是北洛少侠吧 我从灵道长那里 也听说了你的事 心中十分钦佩 客气 你们能够施待守护祭坛 定是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也是因为这回的大灾 我们才知道祭坛 共有九处之多 可如今会去保护的 似乎也只有陆家跟皇家了 既然这祭坛颇为重要 梁家商议过后 决定今后会一起 守住余下的武作 那真是太好了 听说你们打算修缕小祭坛 可有什么要帮忙的 实不相瞒 财力方面倒是不用担心 只是我们也不太清楚 该怎么去弄 昆仑玉真才难觅 重建或是大片修补 想来不易 若要维持得久一些 不妨试试少量的清离玉 看来这位也是高人 只是你说的这些东西 一听就不是寻常之物 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 我们可以代位留意 那叫劳烦了 大伙都是一条路上的 今后不妨多多往来 那便是自己丶四伯 更慰大伙 就不妨 darn了 这点听到哪里 也许是一个个困難 也许是你 一个个困難 快点牵手 大伙子 没再有手好闲 谢谢师兄夸奖 当初 那不是人傻放魂吗 师父他们 竟然会带你出远门 师父他老人家说 有教无类 而且刚入门的弟子 要放在身边多看顾一些 既然你在杨平 那师父跟师娘吗 之前中州的 许多地方受了灾 放人馆的人 就四处帮忙去了 我留在这儿做些采买 家父也很赞同振决之举 师娘说要是能遇上师兄 就转交给你一封信 拿了 师兄 那我这里的蛊虫 你真以为有什么蛊虫 不不不 我觉得也是没有的 只不过还想再问一声 行了 好好忙你的事 其他的 等轻世安稳再说 嗯 实行保障 婆娘醒了 师父跟师娘他们 离开羊瓶的时候也很匆忙 没交代太多事情 好 那书信是在哪里看 我已禀明掌门 她也同意由我陪同女前往天甲金阁 阁内的周天烈心斗尼或许可用 天甲金阁是 乃是本门密地 应事关重大才魄力放行 多谢 谢氏不必 覆巢之下安有顽乱 人事临危 谁又能置身事外 西陵的情形 我们也会尽快在修行者之间传信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格局之法 接下来就是等船了 船 你们没有听过那个传说吗 庐山各个封地 曾是大禹制水时舶船的渡口 沧海桑田后 才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今天 我们也要云海泛舟一回了 人族也有能在天上飞的船了 神妙 好像来了 是新药来接啊 走 过去吧 给你们介绍一下 灵星药 我俩是兄弟 叫哥哥 你别那么严肃嘛 都两个月没见了 请客人上船 小鹰子 我怎么觉得长柳给人的感觉 和上回不太一样了 哦 这是秘密 我得正对他的同意才能告诉你 哦 懂了懂了 你们的秘密都挺多的 灵星药 你竟然还有哥哥呀 对啊 当初为了我和新药 谁是下任掌门 谁进天甲金阁 门内还讨论了许久 后来我们就猜拳决定了 这种事可以这样随意的吗 也不是随意吧 我和新药的能力资质 本来就相差无几 谁留谁进其实都无所谓 说到底还是我们两个的选择 早先贪多悟得 两别都放不下 后来想想既然是兄弟 哪用得着这么为难 自己过不到的一生 就让另一个去过 不也挺好吗 嗯 这样一说是不错 而且新药大概真的比我更适合 天甲金阁 我这人想法总是沉不下来 你看 如今在山下一说什么天甲金 别人都以为你是江湖骗子 我头一会下山的时候 可算见识到了 但是 回来以后仔细琢磨 我们所学的典籍就一定是真的吗 关心不过 也没有把握说 这事件到底是什么样子吧 万一古往今来 许多人都赞同的说法 却是没有见呢 除非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精通天地 神父宇宙 灵青剑 你再胡言乱语 我可要禀报掌门了 不说 不说了 小银子 葛先生他们是想找到 灵石的替代物吧 不如你们来跟 星空陈医社一起研究 像是这种以灵力取使的非洲 要是能够不依靠灵石 也不用特别精密的机关指数 那就算是一般的人 也可以驾驭了 能一块研究 当然再好不过了 我会和他们说一声的 不过 我自己就不参与了 虽然有兴趣 但我在这方面 的确没什么天分 那你平时在学会里 都弄些什么呀 看了很多杂书 也跟着老师 学习历史和地理 我 一直在想 自己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燕灵的事 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真实的世界非常残酷 但也让我见到 没有什么灵力的寻常人 可以做到原本意想不到的事 我希望 我希望花一辈子的时间 去看这个世界 就像葛先生的老师那样 不断地发现新的东西 想一想 灵石的替代物 要是在这片陆地上 一时找不到 那别的陆地上 会不会有呢 等我到了十八岁 我就要跟老师他们一起出海 成那种可以容纳千人的大海船 厉害了 小鹰子 你这是要比我们走得都远 当然 得把眼前的这一关过掉 没那么容易 至少 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现在的后辈真是不得了 比我们那会儿知道得多 也聪明得多 这怎么比啊 这么多带船寄下来 如果还越活越杀 那算个什么事 有时间的话 朕想去更多的地方看看 借用周天烈星斗尼的人 方可入阁 其余人 请在这里等候 有劳了 请随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艰辛困苦自然都有 但天大的难事总不能叫人坐以待毙 何况有些事未必不是他心中所求 心中所求 既然那个长流也是他 当然会按他的心意行事 去过他永远过不到的人生 做他曾经做不到的事 和雷祖一起住在他们都很喜欢的池水 没有其他俗物 他自己也作为战士 保护着所有人 不用远离战场 莫非前辈以前很少上战场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吗 他是族长 但也是战士 轩辕秋可没有不能战死的战士 只不过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我们都希望他是最后一个 翔翔也知道 定星力 聚舟车 坐书旗 他可以做到多少我们想不到的事 让这种人手持冰刃去砍杀 未免太大才小用了 好比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回事 有他在 山河可定 所以当初乌赵要杀他 人族化了数百年稳定下来的局面 便又会大乱 后世把帝王离去 称为山陵崩 大概就是如此 我明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可前辈的心里还是不好受吧 他当然不能真正地释怀 尤其是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 其实在他刚继任组长之位的时候 也做过很冲动的事 当时 雷祖在外遇袭 我也不在城中 他得知消息后 就带了兵将千里持援 深入险地 结果雷祖勃然大怒 我们都没见他发过那么大的脾气 所以 魔族入侵时 前辈那样的交际痛苦 却也没有离开有凶 说到底 别人是兵 他是将 战时 自然要看全局 是不是背负了越重的担子 就要做越多的取舍 要是前辈和雷祖一敌而出 雷祖会怎么做呢 雷祖的选择 已经不用多说了吗 战时要保护妇孺 这是他一开始教禁云学剑时 就说过的话 他是禁云的师父吗 算是剑术上的启蒙老师吧 你们 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 那么对姬轩园这些年来所做的事 只要心存敬意就可以了 我懂了 前辈是真正的强者 我不需要用我的想法去揣朵 前辈 你出来了 有些头绪了 待会儿在船上细说 징渔 北陋 别急 芸污月去找极绚园了 我和她约定 如果在空间乱流中失散 就去永生之皇前碰面 有她在 极绚园的神魂不至于手冲锅中 你跟着我 小心一些 好 我认为会有那么强的空间乱流 是因为法阵 这个海岛应该原本就有天然之力 加上后天的种种布置 想要进来并不是容易的事 何况我们也没有走寻常图 阵法之术在后世 果然是十分衰败了 也不尽然 目前为止我们所遇到的法阵 说到底都会无知博弈 当然是理论 即生人并不许 也曾经跟着前面的战士和学习 两人最无师徒之力 却又师徒之势 就算她后来自宠大弹 无计划的许多想 也许是 原来 难怪我看过的那些残片和洪水岸 还有物赵目的的法阵布置 始终有些相通之处 也难怪物赵独天路城大战 那么熟悉 就在这里等吧 云屋岳应该会顺着我打开过的空间缝隙过来 这么宏伟的地方 竟然是几千年前的人建造的 乌之国 除了西陵 还有别的血脉延续下去吗 大概有吧 当初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海岛去往陆地 上岸后 又分成好几波 乌之堂的祖先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了西陵 留下来同西陵人成婚生子 按你们之前说的 魔族入侵后 还是有一些当时不在城中的西陵人活了下来 那乌赵他 你是想说西陵的血脉未绝 乌赵有何至于此 别人都以为他在意血缘 可对他来说 那种东西本就可重可轻 自然会有人同他一起血恨 其余的若是依附轩缘鸣而活 在他眼中也就不算西陵人了 因为这样才会有人跳崖自己吗 谁都既痛苦又无奈 就算是继续留在玄元秋的人 也是想好好活下去啊 是啊 那个时候想活着 活得好一点 可比现在要艰难得多 曾经有个地方叫做天遥 是安逸和龙渊之后 人族最大最繁华的城 可谁也没想到 几个仙人在云上争斗 波及了这座城池 天遥回去 又经过数百年 大大小小的部族才渐渐稳定下来 部族之间 开始了几连不断的战乱 我们想结束那样的乱世 让所有的人族能够合在一处 有饭吃 有衣传 这便是建立玄元秋的初衷 你 靳云 雷祖 乌赵 还有前辈 你们都是从小就认识的吗 他们几个算吧 靳云 是被带到有雄的战奴 战奴 战败者都有可能被称为奴隶 靳云一家因丽丘族遭难 他那时年纪不大 却极有战斗的天分 那位族长就想把他训练为贴身的战奴 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死士 可转眼间丽丘为有雄所败 许多人又被带到了北方 雷祖看中靳云的天赋 把他捞了出来 靳云是这么厉害的战士 那他的后人又是怎样的 他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哪有什么后人 那时候的人成亲应该更早吧 靳云的父母曾经十分恩爱 到最后却很势不堪 他爹除了做御工 别的什么都不会 甚至还害了他娘 可这样的事 在俗世中也不够比比皆然 靳云却不想要世俗之情 他期望那种 即使过了千百年 也依然不变的情感 不论泪河 无所昭息 不需要多么赤裂 却永远都会在那儿 如果有这样的 谁不想要呢 那他得到了吗 得到了 所以他呀 只不过是一个自私的 口是心扉的混蛋 虽然我大概也是这世上 最没有资格这么说的人 余无悦来了 前辈 余无悦 都没事的话 我想进永生之皇看一下 不知道当年带族的战士 还在不在了 请继续 看样子万夕他们 终于得偿所愿了 不老药 这就是北洛你说过的 在梦里遇到万夕的时候 他告诉我 不老药只是一种刑罚 但他们没有无知血 也不像乌赵和四威那样死而苏生 这两种手段的义童 还不能禁止 稍后要去哪里找线索 那个高塔 在梦里也没有到过那边 另外不知道罪冤会不会有些什么 现在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 喝下了不老药 也一样会死 永生之术只是一个谎言 神魂之上 长岁轮回梦 在乌之堂或西陵之中 的确是寻常的血脉延续 但黛祖的祖先从这里得到的 却是一种叫做远血的东西 我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 它绝不是真正的血 更像某种强大罕见的灵灵 和辟邪之力一样 可因后代而延续 但也不会随着轮回延灭 身上的乌之血 是因为辟邪力量的压制 不错 但辟邪之力 暂时还无法完全吞噬我之血 乌之国的每一处都让人惊叹 想想神仙也是可恨 如果天摇不灭 有更多的几百年 人族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苍结也说过差不多的话 苍结 造字的那位 嗯 他小时候听到关于天摇的旧事 颇为分案 当时举颂也在一旁 举颂忽然说 那假如两个人在路边打架的时候 踩死了一窝蚂蚁 人对蚂蚁而言 又算什么 前辈的意思是 但是我们不该那样想吗 并非如此 仇恨永远都在 只是不够强的话 谈这二字也是无畏 一念善意 在人与人之间尚且未必求得到 何况是在一族之间 他们又为何要留意你 关照你 退一步说 仙神便没有帮过人族吗 这 倒是听过不少传说 传说未必是真 但也不会全数是假 捉戮战场上 神仙挡在人族之前 殒灭无数 轩云秋建立时 福西派遣立幕和封后前来相帮 不论他有什么别的想法 人族的确成心 那是不是说 神仙已和人一样 有好的有坏的 一定要用好坏来分 事情不同 想法自然也不同 再说人活几十年 主意还经常变来变去 何况是能活那么久的神仙 就我所知 派天摇覆灭的几位仙人 都被治了重罪 只是未死 人族的拳头还没有用到 让天界处死他们 来给个交代 先要活下来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强 不管是建立轩云秋也好 修筑百神祭所也好 都是一样的目的 小英子 你不用把仙神二族 想得太过负责了 若是不谈名姓 不细数哪位做过什么 只论他们所有 与我而言 既不可亲也不可憎 全都只是求存 只是活着罢了 在这天地大事中沉浮 真的很不一样 大概是因为出身不同吧 苍结长在富裕之家 从小衣食无忧 举纵却胜在贫寒的部族 为了活下去 他的族人可以想尽办法 也可以舍弃任何东西 所以 你习惯的仙台生死 不过随着慢慢长大 人的想法总是不断在变的 好打波子 他只是血多一点的 小怪而已 啊 大驚 不论 不论 回家 那里有东西 放散出污之国特有的灵力 就是这个吗 乍一看 是块无字碑 灵力不同寻常 像是有很多人的意念 被留存在了这里 有危险吗 不能断定 虽然都已经是很久以前 那一年了 但污之国会有些诡异之处 这些碑和外面的不一样 上面是有文字的 是污之民留下来的一些话 不止一个人 这块碑上 提到了污之民的力量 他们是因为奇异的流星划过天空 而忽然有了特殊的灵力 这种灵力可以传给后代 流星 和魔族一变时的流星有关系吗 没有说到 他们把这种不一样的群星陨落 称为天星禁谣 天星禁谣的说法 在很多典籍里确实可见 但从未被提到过 有这样的威能 后来 他们意外地从某处异界 得到了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的力量 介于虚实之间 能够很好地 契合污之民的法术 想必这就是半魂连了 他们开始栽培半魂连 认为这种植物 是天地所赐 四百多年过去 又已回天星禁谣时 发生了可怕的灾祸 乌之国半数以上的人 陷入沉迷 从未见过的怪物 出现在海岛上 不可见的力量 牵引着半魂连的灵力 与上空呼啸而过 这 这不就是魔物 通过梦境来到人界吗 乌之民不断地回去半魂连 并且和那些怪物厮杀 直到天星禁谣结束 大多数沉睡的人 也没有了气息 这个人提到了 看不见的力量 也就是说当时的乌之民 已经能感觉到 孟玉的存在 关于半魂连的 漫长的争执到来了 有人觉得这种义务 不该被留存世上 有人却认为灾祸只是意外 都发生这么大的事了 难道不是宁可兴其有吗 拥有过非同一般的力量 又有多少人甘心放弃 这个留下文字的人 并未经历过当年的惨祸 他是说祖先在半魂连仪式上 没能争出任何结果 千百年建卫子死过人流过血 但大多数乌之民都认为 他们已经可以控制半魂连 总之半魂连 没有绝迹于乌之国 甚至还被离开这里的人 带去了中原 从乌之堂所拥有的法术来看 乌之民始终未曾放弃寻找半魂连 天星禁遥 孟玉 还有魔之间的关联 他们的确找到了 天尊地卑 乾坤一帝 再有万年 我人族 苍天可踏 苍天可踏 这个人 是 像安逸 龙渊 乌之国这样的部族 无论他们的作为引发了多少祸事 却也不愧为人族的引路人 至于前方是骑路还是正道 就得看想法 也要看运气了 我懂 有些人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都不会满足于眼前所见 他们会想办法对这个世界做更多的探究 老实说 无论好坏 每一个世代都离不开这样的一群人 只是有时候别太着急了 得挣到足够的时间 才能走得更远 而且 也要尽量留下一些善念 前辈 轩云丘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呀 我看书上说 那时候造出了各种各样 以前没有的东西 当初 我让靳云去几双三亿 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妇孺 还因为花师节在即 轩云丘最好的将人 大多都聚集到了那边 那个时代想要学习和讨论记忆 极其博弈 后来乌兆杀死了那些人 许多东西就失去了传承 这 这太狠毒了 他本就是想报复 自然清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好在 路还是能走下去 嗯 前辈 现间都看不到什么神仙了 你说他们去了哪里呢 神仙啊 也会衰弱 也会消亡 那我们人有一天也会不在了吗 我希望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不过春生秋沙 发天则地 这是自然之力 在那以前 我们只要有够多的努力 也不复来这时上一遭 是 无知国的速生之术 找到了 最初的时候 这是一种复魂术 多半是为了让年老体衰而亡的人 重新得到年轻的肉身 魂魄应该不能同肉身真正七合 只不过是以灵力来操纵尸体 这是为了长寿 去夺走别人的命 而且看乌赵和四位的情形 就算活了过来 也需要很多的血肉供养 所以即使有些权贵们 想继续使用这种法术 也因为反对的人太多 而只能同意将这封为禁术 但这种复魂术十分精妙 最终变成了一种刑法 对力量强大的人士术 他们死后 就能以魂魄之力 继续操纵自己的身体 他们随着时光流逝而消亡 生前越强的人 这段时间便会越久 足够被驯为汉勇的奴夫 如果在那之前 不想让他们继续活下去 可以用名为哲的刑具 刺入心脏 毁形灭性 既然先前路反对了 后来又哪里来的血肉供养 被失授的人死后 魂魄将极度痛苦 更胜于遭不老要控制的仆人 在乌之国 只有犯下滔天大罪 连被抛入罪冤都没有资格的人 才会承受此种刑法 这样的人本就极少 流放到罪冤的人弊 也足够成为他们的食量了 乌赵为了所谓的复仇 竟然不惜给自己用下这样的法术 竟然不惜给自己用下这样的法术 他从一开始就想过 若有万亿 因为在他心里 自己本就是罪人 没能守住西灵 他惩罚别人 也惩罚自己 他曾经告诉过我 每一位鬼师的官就签 都会立一块碑 上面既有侍者的名字和生平 可在那个墓里 没有这块碑 罪人无名 罪人 无配留下自己的名信 这 是吧 北洛 其他碑文中 也没有一定要看的东西了 我们已经得到此行最大的收获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可久留 走 怎么呢 无质国的只要书 很奇怪 无质国的人觉得自己掌控住了半魂脸 可这座岛上却不见一朵莲花 是不是已经没有人知道 无质民在这座城空调椅前 到底遇见了什么 我原本以为 那里面会是更厉害的东西 结果真的就只是一些碑文吗 也许真有些什么 还是别出来吧 万一像百神祭所那样厉害 事情就麻烦了 小英子 百神祭所真有那么厉害吗 当然了 不然前辈你也不会把他保护起来 留给后人吧 说到底只是一件器物 而有形之物终会腐朽 有形之物终会腐朽 梁月淡月üne 彡月说还有一点时间 在那之前你有什么打算 妁是可以 想走一趟空桶山 广城子不是说 会在那处开宗立派吗 多少算得上半个旧友 不知他那里 如今是什么样子了 还有小英子说过的博物学会 我也很感兴趣 那要去洛阳那边吗 造出灵火冲的人 不是在燕陵吗 就去燕陵好了 我很想见见他们 好 葛先生一定会很开心 葛先生他们 打算一直留在燕陵 等情势稳一点 他和吴师兄就要去洛阳的博物学会了 不过也有其他师兄师解决的 现在的燕陵很值得研究 他们想先待上一年半载 那今晚稍作歇息 明天先去空洞山 再去燕陵 我听灯哦 这是连终进唯一的夜晚 夕阳的颜色还是还是真的蛮好看的 哦 这样就漂亮了 这种土该是很适合做桃 果然前辈连制桃也是懂的 有心去做倒不会太难 雷族喜欢薰和梅花 我给他做过不同的许 春天的时候就一起在檐下奏乐 梅花正开 那一定是很美的景象 天间转暖 城里的乐师也会带着乐器过来 又是连污罩都有兴致吹上一曲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雷族的宣伤 扑亚高远直入云霄 让听见的人觉得 自己也已经飞翔在天雨之间 这些图你想带点回去吗 新年之月再不会香气 已经没有让我亲手给他做薰的人了 等等 这里 这里好像 真的是小叔叔 我认得他的笔迹 曾经也 小叔叔他到过这里 他说行至此处忽然心有所改 虽然前路还很漫长 但十分期待回到人界跟家人团聚的一天 小叔叔果然来了魔狱 还有朋友跟他一起旅行的样子 他们能够在魔狱行走 他的朋友大概不是人族 这些字迹也不像近期留下的 他应该早就离开了这儿 不管怎样 小叔叔平安无事就好 回来以后我要告诉爷爷还有其他人 他们一定很开心 他就会把他给你带来宽 来吧 我已经带来宽 好 我可以在这儿 小叔叔 我带来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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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través的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台点栏目 叶长庚 辟邪王是怎么发现我的 这追魂射破的手段 很像眼左 看来你从云无越那里 的确知道了一些事 但你已经踏了进来 我说过要离开吗 只不过在等你现身罢了 辟邪王这又是何必 我对你并不可以 不是些许耗机 我跟安娜怎么忘记了 看见好了吗 难道你不是想趁我腰力不稳 一举吞噬掉这个神魂 否则又何必小心翼翼 避开云无越 留意着这里 你把自己的意念 跟我的梦连在一块 招来这些魔 也是因为后期 一场误会 辟邪王您曾经接触过梦魂 一时也多少还残留着一段地 那种东西 本就有一招的 这个吧 看来真的打一个 这些魔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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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告诉过你吗 胆小惜命 就不要交金自大 必须啊 你别不识好歹 把你自己看得太高 叶长庚 入城的事没有你的影子吧 你死上千万次都不足惜 是无招的 他的话你也信 你这样的砸碎子 破杀又多 打开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要打贏了 你不用告诉我 等一会儿我就知道了 你 你在我身上喝什么 天魔喝 是 吃喝咬的 你不是喜欢拿走别人的东西吗 只不过这个东西 很多魔祖也会喜欢 叶长庚来过 已经没有什么叶长庚了 给 顺手就取了回来 倒是让你不能亲自教训他了 谢谢 这世上哪里来的什么顺手 你们 又是来找刘兄的吗 我可要谢谢几位 让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刘兄还好 好,好得很 从早到晚份笔记书 有本成告的 我正要帮他拿去父子 刘兄写故事 用的就是他原本的名字吗 当然不是 打从头一个故事起 他一直以一阳未狂生为名 什么 刘兄就是一阳未狂生 可上回他明明说自己不是 还说一阳未狂生不如他 他真的跟你们这么讲 这家伙啊 总说下一个故事得更好 写的时候 要忘了自己是谁 不过 这种念头他多半只放在心里 能说出来 看样子 你们是他不错的朋友了 我 我可是一阳未狂生的书迷 听起来像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前辈你想看的话 我们待会儿就去买两本 买什么买 我跟刘兄说 让他送你们几本 可惜眼下他不在家里 老家那边给他定了门轻视 他却几年没回去 人家姑娘找过来了 刘相哥 你怎么不说话 难道我长得很吓人吗 哪里 李姑娘你容貌疏 岂是寻常可逼 那你干嘛都不敢看我 啊 在下不便唐突 我 李姑娘 虽说琉璃两家是定过亲的 但我一介凡夫 未免高攀 姑娘你不必 怎么就高攀了 我听说刘相公写书父子 在整个中周 名声都是很响亮的 啊 姑娘你 卿也知道那些 啊 那都是随便写解 不成的 不成的 刘相公不用那么拘集 我这回孤身一人来扬平 就是想看看自己将来的夫婿 是个什么样子 啊 夫 夫婿 嗯 我打算在这儿住上一阵 我们有的是时间相处 啊 都是我的错 劳烦姑娘千里奔波 啊 城中有间客栈 不如我带姑娘过去 安顿下来再说别的 好呀 我是头一回出远门 就只听刘相公的安排了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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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几位 我们是来拜访广城子的门派 祖师的确曾在此开宗立派 但门派早已迁往别处 迁走了 那你 相传祖师与人有约 因为不知什么时候 对方的后人才会到访 所以即使门派不在此处了 也总还有弟子职守 当然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空同山就成了历代弟子 静修隐意的一处地方 劳烦告知了 既然如此 我们便下山去吧 等等 几位特地来空同山 莫非就是师祖所说的后人 确有溯源 那太好了 祖师上一回险计已在千年之前 他有一句话托付门中之人代为转告 他说 这红尘三千年 我已看过 甚是感佩 甚是欣慰 不不不 受不得如此大礼 这是一位很好的仙人啊 他是由仁修成仙身 对仁祖始终抱有善意 也愿意传法师道 拿着 哪个仙人 是 葛先生 哎 赵氏姐 李师兄 怎么都不在呢 是两天前留下的 他们有人在西区一百里的地方 发现了有趣的东西 于是大伙全都跑了过去 连戎天仪都带走了 看来是无缘相见了 也不是吧 等他们回来 或者等我们从西陵回来 不必介怀 这是 是访车的图样 学会里正在做改良 若是能成织布的速度 就可以更快一些了 外面有人敲门 我来瞧瞧 这儿 这是博物学会吧 对 你是 我叫陈良丽 老家在福州那边 这趟是来燕林走亲戚的 眼下我大伯一家已经搬走了 但听说博物学会还留在这儿 我爹就让我把这个送过来 这是什么 苞米的种子 我们老家有不少人种 长得好 收成多 吃起来又管饱 听说博物学会里的人 不只管养花 还管种地 我爹问 能不能把这么好的种子 散给别人也种种 那这可真是个宝贝了 我爹也是这么说的 反正种子我带过来了 你们看能不能拍上用场吧 好 太谢谢了 我们会好好研究的 说不定是不得了的东西 粮食供不上更多的人口 一直是个很大的事 如果这种包米收成真的很好 也给我一点吧 我让袁天使在林终境里种种看 到时候跟你们种的对比一下 好 前辈 你都听到了 很不错 这儿的书好像都很有意思 小英子 你能跟我讲讲看吗 当然可以 不过这上面的字 你担心我不认识 继灵族可是存在了很长时间 虽然灭身继灵的法门 如今已经再难见到 但一直也会有误入孟玉的人 因为各种缘由留在了继灵族 摩不太多的时候 我就让他们教我席字 所以你们的字 我也能认个十之其八 让他们认识 你们两个人 天真正 就一样 都是一路 这人 и这里 第二天 ر� 如今 你以为了 这么一千全 相对 而eten 昨天 人再也没什么主意 身具巫之邪的人才能使用折 思维会折返 是因为他害怕有一天 我真的能够威胁到巫钊 巫之民的力量 并不适合治疗别人 为了让剑云活着 当年的巫钊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鬼师当年身在乱羽山 未能及时赶回西陵 而剑云战死在乱羽山 这两者之间当有因果 乱羽山附近也出现了魔 而且十分厉害 五爪被绊住了 他一直想要 尽灭那里的魔 剑云既然杀了他 就会替他去完成这个心愿 他现在还在想这些事 会不会太可笑了 我不懂人的情感 静云说过 雷祖和姬轩园 是与他同步的战友 而乌昭 不需要走这条路 是啊 他们只是狠谈得来 只是那样的朋友 你说静云从来不会后悔 要是不后悔 也就不痛苦 该有多好 这就是清诀吗 好听 前辈 那个时候的乐诗 像是灵伦还有诗炎 他们是不是都在宣元秋啊 你是不是也听过他们奏乐 他们没有我弹得好 你刚才听到的 已经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了 真的吗 那我太荣幸了 可这两位都是很有名的乐师 原来前辈你比他们还要厉害 你看 我是族长 灵伦和诗炎 却是专思玉律歌舞 我总不能太过写药 否则让他们二位 又如何自处 原来是这样 姬轩园 你随口骗小姑娘也不脸红吗 啊 玉尘西山 也该歇息了吧 这是关于天鹿城大阵的一些改议之法 你收好 葛叔的笔记我也看了 颇受启发 有什么心得 便一并写在了其中 前辈 其实我一直想问 你真的不会亲自改动 天鹿城的大阵了吗 等 等这里的事了结之后 我们可以一起啊 虽然我也知道 胸疾未卜 但期盼一下 总可以吧 小鹰子 小鹰子 风鲤霜没有告诉过你们吗 那个梦 快要醒了 我要离开了 前辈 不是 不是我想的那样吧 别哭 你们不是将八十岁往后都称为喜丧了吗 哪有哭哭啼啼的道理 不 entry 我不哭 是我自己太傻了 锋组长说的时候 我竟然没能明白 我去旁边贫富一家心情 就一会儿 哪里傻了 明明是个聪明的好孩子 以后一定能走得很远 天界之中 应当还有福西他们也心存忌惮的东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只是从他们的直言片语中 得到一点猜测 我明白了 有机会会留意的 这就去西陵吧 我把岑英喊回来 其实本不想让他再去冒险 但西陵那边的法阵之事 说不定还得有他帮忙 真要撑不住了 我会把他送走 西陵城内外虽有空间乱流 但尽力送一个人出城 还是可以的 修仙门派的人 也会在离西陵最近的城镇待命 若有万一 先保护民众撤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